所以说如果在公交或者地铁这些公共场所遇到闲逐手之后 女性朋友们应该怎么做呢 别急 今天我们第一时间给大伙介绍几招防狼秘籍 第一招 瞪 对于色狼要勇敢面对 敢于用带有威胁力的眼神直视色狼威慑其心理 第二招 躲 尽量不要再靠车门位置站立 该位置显眼 容易被色狼盯上 也容易被色狼利用上下车拥挤实施骚扰 如果发现有行迹可疑者 应尽量选择远离 第三招 寻找依靠 在公交车上发现色狼后 应立即向司机或者售票员靠近或求助 色狼因为心虚一般不会再追赶过来 第四招 呼救 遇狼时大声喊抓小偷 他肯定反驳自己不是小偷 你就可以说不偷东西 你怎么一直往我身上贴 让狼无地自容 第五招 秘密武器高跟鞋 如果穿着高跟鞋 可以用鞋后跟猛踩色狼的脚 第六招 110 如果色狼行为十分严重 周围有证人或者是证据 可以直接扇起耳光 或者踢起一脚 然后拨打110报警 怎么样 这几招非常实用 你学会了吗 面对性骚扰的时候 大伙一定要勇敢的站出来反击 捍卫自己的权利 所以说 如果在公交或者地铁 这些公共场所遇到闲逐手之后 女性朋友们应该怎么做呢 别急 今天我们第一时间给大伙介绍几招 防狼秘籍 第一招 瞪 对于色狼要勇敢面对 敢于用带有威胁力的眼神 直视色狼 威慑其心理 第二招 躲 尽量不要再靠车门位置站立 该位置显眼 容易被色狼盯上 也容易被色狼利用上下车拥挤 实施骚扰 如果发现有刑际可疑者 应尽量选择远离 第三招 寻找依靠 在公交车上发现色狼后 应立即向司机或者售票员靠近或求助 色狼因为心虚一般不会再追赶过来 第四招 呼救 遇狼时大声喊抓小偷 他肯定反驳自己不是小偷 你就可以说不偷东西 你怎么一直往我身上贴 让狼无地自容 第五招 秘密武器高跟鞋 如果穿着高跟鞋 可以用鞋后跟猛踩色狼的脚 第六招 110 如果色狼行为十分严重 周围有证人或者是证据 可以直接扇起耳光 或者踢起一脚 然后拨打110报警 怎么样 这几招非常实用 你学会了吗 面对性骚扰的时候 大伙一定要勇敢的站出来反击 捍卫自己的权利